2022年新年到來之際 許多大陸民眾通過新唐人電視臺 向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先生 質疑新年問候 他們感謝李大師傳出法輪大法 服役社會 使人心向善 道德回升 並希望新的一年 真善忍的信仰能讓更多人受益 2022年新年來臨 上海民眾顧先生借新唐人電視臺 向李洪志先生送上新年祝福 祝賀法輪大法的師父李洪志先生 新年快樂 健康愉快 法輪大法好 真善人好 還有很多大陸民眾 也向李大師和他的弟子 送上新年祝福 法輪大法好 真善人好 祝李洪志師父元旦快樂 2022年元旦來臨之際 我們全家 恭祝李大師元旦快樂 感恩李大師 大陸民眾表示 中共動用國家機器打壓法輪功 陶志的謊言蒙蔽了大眾 但這麼多年來 法輪功學員在李大師的教導下 和平理性犯迫害 終於讓真相深入人心 上海民眾陳先生了解法輪功在海外的紅船盛況 他希望真善人的信仰能讓更多人受益 並重回中華大地 說李先生身體健康 工作勝利快樂 新的一年事業不斷進步 給他一個早年 說他們在新的一年增加 工作勝利 身體健康 心向事成 能夠早日回來 把真善人帶給老百姓 也做你們的法輪功學員 身體健康 工作勝利 也做你們新年快樂 大家都是好人 對社會有幫助的 對社會有益的人 新唐人中國新聞組採訪報導